美国司法部指派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 7月27日针对前总统特朗普设文件门案提出新的指控 检方指控特朗普指使手下 删除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私人住所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 意图灭证故意留存国家机密文件 追加了三项罪名 他手下一名员工也列为被告 根据起诉书 该员工告诉海湖庄园的IT主管 老板希望删除服务器 他还被指向FBI撒谎 此前 特朗普因不当处理涉密文件案面临37项指控 特朗普的一名发言人驳斥了这些新指控 称这只不过是拜登政府持续的绝望和挣扎的尝试 以此骚扰特朗普和他周围的人 并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佛州联邦地区法官艾林坎农近日宣布 此案件的庭审工作将于2024年5月20日开始 并将持续两周时间 超过160万标牌持有者通过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DMV的新流程 更新了残疾人停车标牌 对于那些错过了今年6月30日截止日期的人来说 现在更新还为时不晚 今年是持有标牌超过6年的加州人第一次需要通过在线 邮寄或亲自签署续签通知的方式 正是让DMV知道他们仍然需要标语牌 大约40%的续签是通过DMV一语使用的新在线DPP续签网站进行的 大约45%是邮寄的 其余的则在DMV办公室进行 由于多种原因 部分标牌将不会更新 因为不再需要他们 这有助于防止标语牌的欺诈性使用 民众可以登陆DMV官网在线更新标牌 在开始续定之前 客户需要将标牌ID号和全名打印在标牌信息卡上 更新无需任何费用 也无需医生证明 有电视奥斯卡之称的爱美奖颁奖典礼原定9月举行 但由于好莱坞罢工 典礼可能会延迟到明年1月 娱乐业界杂志Variety称 参展商、制片人和其他参与活动的人已被告知活动延期 只是尚未正式宣布 若是爱美奖颁奖典礼举行时 罢工仍持续 许多明星将无法参加 这将对电视收视率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编剧也将不被允许为主持人和颁奖人的独白和笑话撰稿 负责转播今年爱美奖颁奖典礼的福赫斯广播公司 正推动将典礼推迟至1月 以便有更长的时间解决罢工 然而 负责票选事务和举办爱美奖的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院较倾向于短暂延期 爱美奖上一次延期是在2001年 当年由于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导致颁奖典礼延期 苏丹武装部队7月27日发表声明 钟指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非直接谈判 声明指出 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一些实质问题上仍有分歧 武装部队要求叛乱者从首都喀吐木各地民宅 交通干道 医疗机构和公共设施中撤离 但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导致无法实现停火 声明说 武装部队在吉达的代表团已经返回喀吐木 以进一步协商立场 在消除障碍后再恢复谈判 声明强调 武装部队希望达成一项有效和公正的协议 禁止双方敌对行动 并未讨论战后问题铺平道路 双方敌对行动 无法实现 拥有效和公正的协议